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主说自己以前是跳芭蕾的 并且跳得还很好 可后来遇到了一道隐形的墙 这道墙高得可怕 说话间 市长通知阿勋去彩排 女主跟到直播间观看 却被匆匆跑来的导演拉去帮忙 原来吃不得助演放了鸽子 导演叫女主来临时救场 就这样 女主就在摄像机前大块朵一吃了起来 为排解郁闷 女主去超市买了一堆垃圾食品 怕被收银小哥笑话 打电话装作与朋友聚会 突然打进来的电话 却让他穿了帮 小哥也遇到 手机不错呀 女主难为情的拔腿就跑 好不容易快跑到家 还摔了个大马趴 保安不但不帮忙 反而说起了风凉话 我说你就少吃点减减肥吧 逗家后 女主眨着眼睛问老妈 自己的瞳孔好看吗 经得提醒 老妈才发现女儿瞳孔的颜色很特别 女主还记得大力观赏房门 边吃手片边做起了键盘侠 无意间发现自己吃播的丑照 被人偷拍传到了网上 评论更是一个比一个恶毒 女主一切之下砸坏了显示器 好事的记者却想以女主 遭到网络暴力一事为题 进行采访 女主索性一头扎在了房间里 当起了鸵鸟 不过听到阿勋退出娱乐圈的休息后 女主还是很震惊 傍晚女主收到一条休息 你获得了灵妇作用 灵后一正 即刻变美产品的适用资格 女主本没当回事 但最后还是被诱惑点了一下 谁知几天后 她真的收到了一个包裹 包裹中有两瓶整容液 一些工具和一个U盘 U盘里是整容液的真人示范教程视频 看着视频的胖女人 将脸紧在整容液中 浸泡过的肥脸皮肉掉了下来 用小刀割下肥肉 重新捏脸变成了大美女 女主惊呆了 仗着自己绘画中 女主照猫画虎 也为自己捏出一张新脸 但只有脸是美的 这也太不协调了 走出房间 吓得老爸直接打翻了啤酒 女主渴望变美 当晚戴上口罩和帽子 找到了包裹接着的地址 屋中的美女 正是视频中的漂亮女人阿珠 她说很多艺人 高官夫人都在使用他们的整容液 得知女主遭遇网络攻击 想让女主帮忙宣传做模特 女主盲问 当模特是否能免费使用产品 这东西价格不菲 就算你成本价好了 女主用刀硬逼着父母 拿出两亿含元购买整容液 不然就抹脖子 老公俩吓坏了 不得不妥协 女主带着两亿含元来找阿珠 阿珠在浴缸里调配好整容液 让女主浸泡身体 最后经过一番重塑 女主脱胎换骨 成了一个冒昧如花 身自恶劳的大美女 老妈根本不敢认了 女主乖巧的抱紧妈妈 答应以后一定会做个乖女儿 咋整个容怜性情也顺带整了 月哥我是不信 果不其然 没说两句 女主便张考向老妈要五百万码衣服 美其名曰投资 老妈说 那两个页都是好不容易才丑到的 可女主不信 最终还是拿走了老妈的银行卡 乘电梯时 宝文色眯眯的偷瞄女主事业线主动搭讪 让她有事尽管开口 走走街上 男人们也不禁被女主的美貌所吸引 女主心里也别提多开心了 就连当初吵起她的收银小哥 也被她迷的砸了脚 女主在商场疯狂购物 还去美发店做了头发 半天的功夫就花掉了一千三百万 老爸简直又气大了 女主却理直气认的说 得先投资才有回头钱 打今儿起 一只已经死了 我叫雪慧 然而女主并没有因此而努力工作 而是开启了鱼塘 频繁与各种男人约会 想调个长期饭票 过起了贪图享乐的生活 但女主每天大吃大货 很快肚子上又长了坠肉 她害怕被打回原形 又开始用整容液泡倒 然而她躺进浴干后 不小心睡着了 醒来后已超过了 规定的三十分钟浸泡时间 整个人被整容液 腐蛇成了脱骨爬鸡 妈妈听到她的喊声 跑进浴室 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老郭母俩看着掩掩一息 不成人家的女儿 决定将自己的肉贴到女儿身上 一分折腾 人被救火了 却以面目全非 人不人拐不拐 女主不甘心 再次找到了阿珠 阿珠去说 女主手里的钱 连一瓶整容液的钱都不够 当节就要赶她走 女主拼命恳救阿珠 声称让自己做什么都行 阿珠看她确实走投无路 答应帮她一把 然而阿珠只为她修复了手和脸 要想做全身修复还需要再拿钱来 要不就弄肉过来 拿来肉真的会免费给我做吗 阿珠嘲讽道 你怎么弄到肉 难不成要杀人吗 尝到甜的死肥猪最可怕了 哪知这句话深深刺痛了女主的心 她爬起来与阿珠撕打在一起 最后竟惨得掐死了阿珠 把阿珠甚至的皮肉贴到了自己身上 不久后 女主成为了一名女艺人 情商阿美的广告也换成了她的 女主想见见阿美 报之前的一见之仇 市长告诉她 阿美把所有行程都取消后便消失了 孩子从不玩着SNS上传照片 好像去了海外 傍晚女主超市偶遇 昔日梦中情人阿珠 跟踪阿珠 发现阿珠走进了健身房 次日女主特意来到健身房找阿珠 谎称自己练习生时 曾受到过她的照顾 阿珠问女主自己当时说了啥 你说我的眼睛很漂亮 阿珠仔细打亮起女主的眼睛 还是记不起她是谁 为表歉意 阿珠将女主到高级餐馆吃饭 说娱乐圈看似华丽 却只是个空口而已 所以她才退出娱乐圈 做起了海外金融投资方面的工作 女主问她 是否知道阿美潜水一事 阿珠让女主小心市长 称有次她听到市长从金主给阿美的报仇中抽成 两人闹分 所以她认为这或许就是阿美离开娱乐圈的契机 离别前 女主主动向阿珠示爱 之后两人顺理成章的开始了正式交往 三个月后 心里有过的女主出现幻觉 在镜中看到了被自己杀害的阿珠 吓得她奔回了家中 准备再次使用整容液 还让父母贴肉给自己 你已经够漂亮了 确定自己的脸蛋并没有问题后 女主才放下心来 赶赴阿珠的约会 两人在小公园中亲吻 女主却一把推开阿珠 问她为何迟迟不带自己去见父母和朋友 阿珠说 她总觉得女主在对自己隐瞒着什么 与自己在一起时 总是表现得很不安 说话间 公园中的灯全亮了 阿珠把女主揽入怀中 许诺会一辈子留在女主身边 帮她消除黑暗 随便掏出钻戒向女主求婚 邀请女主到自己家吃甜点 阿珠家的客厅中满是家人的照片 但全家服务中却没有阿珠 阿珠解释说 照片是在我出生之前拍的 我跟姐姐们的岁数差点有点多 女主夸赞阿珠的妈妈和大姐漂亮 轮到二姐时就夸不下去了 因为长得实在 阿珠据说 真正的天使是二姐 她很出名 阿珠做甜点时 女主走进卧室 她好奇地打开桌上的包装盒 不料竟是四瓶长容液 当时吓得花容失色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拉开了抽屉 最下面的抽屉中 竟散落着很多年轻女孩的身份证 阿买的也在其中 女主吓得想马上开溜 可门已被阿珠锁住了 她只得躲进洗手间 然而映入眼睛的一切 让她再次震惊了 带写的镣铐 散落遗体的整容液 还有墙上被偷拍的女孩照片 她吓得捂住了嘴巴 这时候她看到电视中 正播放自己的广告 捏手捏脚走过去 电视间放着一个芭蕾舞女孩的八音盒 墙上贴满了她照片 居然还有整容之前的她 突然阿珠手持针管 阴沉着脸出现在背后 原来看到女主的眼睛后 阿珠就猜走她这一只 阿珠悠悠地说 从前有个天使般善良的女人 聪明且多才多艺 但因为她太丑了 所有人见到她都会皱眉 大家都喜欢她姐姐 不管她是否说谎 偷东西 霸凌别人 因为她太漂亮了 所以丑孩子意识到 最重要的是漂亮 说吧 阿珠猛然回头 打了女主一个耳光 正当阿珠挥起铁锤 女主将一只钢笔猛 戳进了阿珠的胸口 不知怎的 却传出一个女人的哀嚎 女主向她撒腿就跑 但门依然打不开 她拼命跑 但走廊仿佛永远也跑到尽头 这时她看到 儿子在自己也哭着说 我比她厉害 却只能得第二 就因为我长得丑 大家都讨厌我 妈妈安慰她 不是的 不管你得了第一 还是最后一名 爸爸妈妈都最爱你 女主这才知道 最爱自己的人 始终是父母 她开口喊妈妈 父母却认不出她 女主很快把阿珠抓回去 大头朝下掉了起来 她睁开眼 发现阿珠正在化妆 戴上假发 竟变成了阿美的脸 把自拍后的照片 发到了SNS上 阿珠说 自己做进了各种手术 却扔不进人意 直到她发现了浓缩汁 将她变成了最漂亮的美人 但她仍不满足 最后把自己变成了 能收集最美女人的魅力男人 原来阿珠就是二姐 说完阿珠解开衣服 向女主展示了她收集的宝物 她身上竟牵着很多美丽的五官 腿上牵着的居然是阿美的脸 阿美的鼻子很易说 但眼睛 说着阿珠挖出了阿美的眼珠 阿珠说 女主的瞳孔 是世上最美的宝石 说着将手术刀伸向了女主的眼睛 女主叹息着 我只是想被爱 几天后市长将在的名片 递给一位嘴唇很漂亮的美女 并给对方拍了照片 阿珠看着照片上的美女 对欠在大嘴唇的女主与阿美说 我找到了适合你的嘴唇 你们想要的不就是这个吗 永远爱你们 如梦 是我们与生俱来的 我们选择不了自己的相貌 脏子不好看 的确嘟嘟手手 会在工作与生活上受到不平等对待 但有件事我们可以做到 那就是管理好自己的身体 偏准的女主因自己长得丑 便自暴自弃 从来不运动 还暴隐暴施 彻底放弃了自己 连自己都不爱自己 又怎能指望别人爱自己 一个生活自律 自信的人 即使长得没那么漂亮 也会受到别人的尊重 一个连自己身体都管理不好 每天啃老的人 有什么资格去埋怨父母 怨天尤人呢 要怪就怪 自己不够努力又自私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这不就看 别忘了点赞转发支持笑语歌 咱们下次见